以下的视频或文字讲解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的目的 因此任何人基于本视频任何图片、文字、声音以及所有观点 所做出的跟股票投资相关的任何买卖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以及收益 与本公司和本人无关风险自担 纳斯达克指出的成了目前全球最支手壳的一个市场 从疫情下跌以后 它是在美国三大股指当中率先突破疫情下跌新高的一个指数 为什么纳斯达克板块出现了如此强势的上升 那这种强势上升是不是会持续以及会持续多久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线图 想要知道纳斯达克何时结束它的上升 我们先来看周线里面的规则 周线里面的规则是什么规则呢 就是单阴的规则 也就是说下跌只有一周就结束了 所以本周出现下跌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下一周再收一个阴线就要注意风险了 那如果只有一个阴线的时候 第二周应该收阳线是对的 所以我们关注它第二周的阳线 就是调整之后的第二周都收了阳线 同样如果说下一周收了阳线 基本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收什么样的阳线是可以的呢 我们就要看 那么它所收的阳线的收盘价 必须要超过阴线的开盘价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收盘价超过开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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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价比如说下一个礼拜的时候 它的收盘价必须要超过 本周的开盘价10951 那它还会至于上升 如果说出现了阳线 但是收盘价没有超过本周的开盘价 那基本上面临着结束的这种信号 从日线图来看 我们依然需要去知道 促使纳斯达克出现 持续强劲上升的背后那股神秘的力量 在资本市场当中呢 我们都知道 资本是推动股价上升的根本动力 那是所有的资本 都可以推动股价的上升吗 答案是否定的 那什么样的资金 才可以推动股价的上升呢 答案是大型资金 在股价当中有大型资金 中型资金和散户资金 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窗口的 就算生物指标来去快速识别 到底目前是大资金在推动 还是洒户在推动 是洒户还是外资在控盘 其中红色的部分呢 是机构 青色的部分呢 是洒户 黄色部分呢 是外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边来看 就已经出现了大资金 大资金从3月26号进入以后 一直推升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大资金的比例呢 呈现一种持续增仓的一种迹象 那目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专家持仓的比例已经到达75% 这个是非常高的 在一个次数来讲呢 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一种比例 那前边呢 在这边有过一波持续的上升 那我们要想知道 此次上升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从大资金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目前呢 市场没有出现下跌 那后边呢 刚刚我们看到这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出现了大资金快速的撤离 是吧 连续三天出现暴跌 这种情况呢 意味着大资金开始出逃 我们应该要及时卖出 后边呢 出现了一波下跌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这一波下跌 下跌之后呢 当大资金再次回来的时候 又开始了一波新的上升 所以说 想要清楚的知道 大资金何时少于50 50%呢 是股价持续快速上涨的基础条件 75呢 就是比较高程度的一种控盘 如果说简单一点 我们利用 红利软件当中的一个自动 call by call sell的一个系统 叫做 Valensile Expert 那这个呢 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买入 什么时候要买出 当出现卖出以后 我们应该及时的卖掉 比如它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确实给你出现了sell point 并且庄家大幅减少 卖出之后呢 我们应该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买点的出现 那买点在这边出现了 是吧 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买入 买入以后 持续的持有 只要有一天你发现 它的卖出点又出现 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卖掉它 在卖点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不应该卖掉它 中间暴跌了之后呢 只要它没有出现卖点 我们依然是持股的 这个就是关于纳斯杂克 什么时候结束它的上升 以及呢 我们应该如何将牛股持有到底 如何在上昂趋势结束以后 能提早卖出来 那么关于其他的行业 以及马股行业 各股指数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来进行判断 那你想想看一看 你自己的股票 是不是有大资金在不断增仓 是否已经出现了sell point 你还不知道 是否刚刚出现买点 你还在等待地点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面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够收益